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绝对中国人宵乐 那么今年过年呢 我们过的特殊一点 就是在平平折折热热闹闹 过一个元宵佳节 那么我们在节日的时候啊 亲戚朋友送各种各样的祝福 其实你仔细听来不外乎说 要你找对人做对事 不过今年呢再加一句话 对对联 这样才不枉了过一个烟花如海 万家灯火的元宵节日 首先呢来认识我们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和评委 著名的媒体人杨锦玲先生 欢迎你 银联文化专家长江先生 欢迎你 以及跟银联文化有点关系 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的 著名的主持人刘一伟先生 好 毕尾兄啊 看你的节目 我自然就有一个对联了 吃吃吃 还是吃 喝喝喝 仍难喝 你觉得我这个对联对得怎么样 那个对联我倒是觉得对得不错 哦 那你少了横批 横批是什么 八项规定 对联是一种字数相等 词性相对 评则相傲 巨乏相同的队友语句 古时多悬挂于楼堂的营柱 因而又称银联 对联一般对仗工整 评则协调 是一字一音的中华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 如果你要非说我跟银联文化没什么关系呢 我是学古文的 哦 然后我是成都人 哦 所以跟银联就更有关系了 为什么 中国的第一幅成文的对联 是出自于成都 历史上第一幅对联起源于五代 浩树皇帝梦场在陶服上写下了 新年纳于庆 佳节浩长春 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对联 我们专门为这个节目配了一名活泼的万地尼 谢谢蒋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万地尼 我来到今天这个舞台 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给我们电视机前 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送大礼了 只要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呢 你将获得的是中国中药台领导品牌 康美药业为您送上的健康大礼包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 是迎联对决的晚会 那么关于迎联呢 有人说啊不就是这个工整啊 要对仗吗 我想问一下常先生 您先别着急 先别问了 先别问了 他来的对吗 太对了 我这来了 大伙应该鼓励鼓励我吧 你看 往这一站呢 跟那节目 跟那那节日 这气氛多相符啊 我去不合适啊 一个土豆 一个葱 土豆相话吗 合适不合适 咱俩说了也不算 谁说了算 咱找人评评理 对那个国静过来 来国静 又有一位 来来来来 哎呀 国静大伙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国静 什么事 你给评评理啊 我们这蒋老师说呀 说这过节我往这一站 咱们这不合适有点 你看合适吗 没错 我觉得也不合适 对呀 你看 不合适 德不沽 必有灵 您还不赶紧下去 什么意思啊 还不赶紧下去 接下来 我跟李国静 给您聊聊 对联那点事 其实要说这个 对春联啊 那我可是专家 您这方面比较强 这玩意可有讲究 有什么讲究 讲究是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雷阴阴队 武蒙蒙 蔡依林 对昆灵 平字 平字 平平字 字平 字 要说对春联 没我可不行啊 嘿 您瞧瞧 这还一套一套的 当然是了 您行啊 当我是专家 您是专家 没错 这样行不行 怎么 我要出个上联 您能对吗 您出个上联 马上给您对下联 那我给你出一个两个字的 你说吧 我这上联是羊肉 你对什么 我给你对萝卜 羊肉怎么对萝卜呀 羊肉是荤的 萝卜是素的 荤素搭配 它对得上 不是你饿了是怎么的 这不是饿了 对得上 羊肉对萝卜 羊肉对萝卜 没错 荤素搭配 中骨 中骨 我给你对萝卜 这 中骨也对萝卜呀 对得上啊 我这是撞的中 打的鼓 我是敲的萝 打的薄 萝卜 行吗各位 听我这个 长跑 萝卜 什么长跑也对萝卜呀 你是什么长跑啊 我这个 是冬天长跑 我是夏天裸奔 裸奔呢 裸 还带导音呢 吃萝卜 你这废话 你这哪有说上联 老是俩字的呀 老俩字也不行 你多来几个字 显得我有文化 多来几个 怕你对不上来 没问题呀 我这有个绝对 我不信 你来 你听着啊 行我这上联啊 我这上联是 吃泻不足 吃泻足 吃足 仍不足 我跟你对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啊 不吃葡萄倒赌葡萄皮 你这等会等会等会 怎么了 怎么对上绕口令呢 您这上联听着就像绕口令了 不 我这可不是绕口令 您这有讲吗 当然有讲啊 您给解释一下 就是我母亲的事啊 我妈呢 她比较爱吃那个螃蟹 螃蟹好啊 前两天我就给她买了五斤 没少买 我妈吃完了 全吃完了 觉得不够啊 这叫吃蟹不足 吃蟹不足 那吃蟹足呢 不够怎么办 怎么办 把摘下来的螃蟹腿 也给吃了 这么个吃蟹足 吃蟹足 那吃足 扔不足呢 没想到 连螃蟹爪吃完了 觉得还是不够 这就叫吃蟹不足 吃蟹足 吃足 扔不足 不用给她鼓掌 我也不要掌声 您这这么一说 我这下联可有了 你对吧 我给你对 骑驴磨定 骑驴定 骑定 还磨定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您这 我这有假啊 不是什么有驴 有净 已经太俗了 这是我的实事 那您给我讲讲 你看那天我上动物园啊 我免费骑那小毛驴 那驴太瘦了 他在磨我这屁股 屁股不是定吗 骑驴磨定 那什么叫骑驴定 我就往后挪呀 我骑在这驴的屁股上 骑驴定 骑定还磨定 没想到骑在这个驴的屁股 还磨我这屁股 这就叫骑驴磨定 骑驴定 骑定 骑驴定 骑驴定 您这叫队的什么烂七八糟的 那本来平时 我们都不光给人对个下联 我们自个儿创作 能写人吗 没问题 我给你找个人 找谁 你给我们主持人 蒋老师来一副队子 蒋唱剑 他有事吗 他结婚 他结婚 那结婚可是好事啊 喜事 喜事能写 能写吗 蒋唱剑 结婚 您给写一个 这上联有了 上联什么词 宾鹏贺喜 百余味 这不用讲 我知道 蒋老师人缘好 来的人多 没错 下联呢 新娘 鞋子 两三人 这横拼可好 横拼呢 进门当爹 这什么赖子 我觉得吧 这太不地道了 前面讲的都很文雅 怎么最后一句话 就不对了吗 您不是结婚 那是好事吗 你再说一遍 横拼是什么 进门当爹 恭喜 你们评评你 我这个年纪的人 进门当爹 我身体有那么好吗 你懂的 靳雅 你的任务完成了 你可以到那边去 跟小万一起来学学 什么叫做迎联文化 好不好 谢谢两位 感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 迎联比赛的 关键的环节了 那么站在我身后的 六位迎联高手 对他们的到来 表示欢迎 我们来认识一下 六位选手 他们分别是 大家好 我叫林一芬 来自上海市民航区 文莱中学 林一芬 地脸小神童 酷爱古诗词 代表上海中学生 前来应战 好 第二位 大家好 我叫李秦毅 我是一名清洁员 李秦毅 来自东北的清洁工 生活虽然艰辛 却是个 有文学梦想的清洁工 第三位 我叫张荣怡 我来自大安徽马安山 张荣怡 苦素的农民工 身材不高 财情却高 来自工地的对联奇才 接下来 大家好 我叫金瑞 我来自北京 金瑞 报社记者 网络上九副盛名的青年队联高手 第五位 我叫楼西安 来自黑龙江 那何事 楼西安 在北京工作的软件工程师 热爱队联 自学成才 我们来看这一位 朋友们好 我来自黑龙江 我叫厄明尔 厄明尔 达沃尔族退休语文老师 退休后 千辛研究 对联文化 谢谢 好 接下来更加紧张 激烈的比拼 马上就要开始 这次赢年对决 总共分为两轮 第一轮 排位赛 60秒快论快打 每位选手在60秒的时间内 根据屏幕上 所给的单联 应对下联 中途可以选择跳过 答对提数越多 分数越高 本轮答题分数将决定 第二轮擂台赛出战的排位顺序 排名最后的两位 将率先进入擂台赛中 林亦菲 准备好了 请听题 山 海 骑 鼓 二位 哦 哦 火 农 冰 竹 鸽 曲 昼 昼 昼 笑 辞 善 蝶 蝶 蝶 顾 人 天 七弦 三 三 三有 物骨 沉重 美玉 交波 淡薄 安田 久别 出归 父子 兄弟 冰青 玉洁 地阔 天开 秋实 春华 机关 好 谢谢 有一个您答得不太好 父子 你对着兄弟 父子有上下关系 兄弟是平的 君臣 对 君臣要好得多 还有一个 蒋仙念的第二个字 他念的是旗 你就对偶是不对的 可以念旗又可以念旗 你念了旗 他就应该对冠 对 好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 16个 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希望了 哎呀 掌声鼓励一下 哎 云亦菲 对答如流成绩16个 李群一 请听题 韩 暖 莲 藕 家 舌 柳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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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龙 窗 拳 鱼 鸡 轟 爪 轻 爽 船 九盆 过 妙武 清歌 水色 山ingu 掀 过 素雪 潘东 好 谢谢 先锋盗谷这不会有点差异 你看昌剑不就是先锋盗谷吗 你回答问题的时候看我一眼 信用社的清洁工 能够到我们绝对中国的元宵夜来 跟那些迎年高手一叫天驾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礼师求朱也 真正的文化其实就在民间 谢谢老师 但是对联是扎根在老百姓当中的 对 最后的得分是 十一 十一分 谢谢老师 李群艺对答如流成绩十一个 接下来张荣怡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听题 凡 简 晴 色 蓝 晴 根 足 羹 石 公 雀 礼 桃 灵 过 密 书 罗 断 北海 南天 琢磨 过 风 鹏 云海 画阁 苏山 角角 西西 浪碟 十一道 我们请教一下三位评委 最后那个你没答上挺可惜的 狂风 狂风浪蝶啊 有的时候就是说来不及反应了 看到蒋香就应该想到啊 狂风浪蝶 你有一个不太对 风 鹏 你答的是云海 对 这不对 鹏是一种鸟 还是云鹤 云鹤 云鹤就可以的 对 最终的结果是 学习对联 一般会接触到两本启蒙读物 清朝学者 车万语的 声绿启蒙 和戏剧家 鲤鱼的 利翁对运 这两本著作体现了 中国汉字 对战工整 评测和谐 朗朗上口的特点 包罗天文 地理 花木 鸟兽 人物 器物等 虚实应对 吸毒后 在做对联时 便可线手拈来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 恭喜你十个 十个 好 我们恭喜张荣怡 张荣怡 对答如流成绩 十个 好 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精锐品听题 岭 山 鸾 鹤 望 桥 笑 歌 钟 意 月 鸟 飞 颜 色 银 唱 笑 呼 雀 鸟 鸾 白眼 仓头 百秀 松高 蝶杖 虫鸾 雇鸾 雇取 知音 飘渺 苍茫 鸟 赫群 雁震 虎鸠 龙盘 鸾 蓝 霄 凤梨 举止 观瞻 蒙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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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 金瑞 对答如流成绩十七个 接下来 罗贤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听题 虐 过 摔 6 2 8 7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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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 10 11 10 10 10 过 窝笋 葡萄 坎南 过 四月 五 五山 沐宇 昭云 时间到 好 谢谢 请三位评委对他的答题情况 做一个简短的评述 四月你为什么对五山呢 五山从哪来 这个是易造的 易造 最后的得分是九个 好的 谢谢一位老师 谢谢 罗西安对答如流成绩九个 恶名尔 有请 请听题 君 副 雷 冠 冠 冠 驴 季 季 鲲 季 勋 色 颜 鸣 鸣 肺 青 独 拳 过 松 白 长阳 过 盛 盛 花燕 乌 乌 角 眼牙 鸣 鸣 鸣 过 赫发 荣燃 举止 言谈 拙腹 过 踢云 过 宝竹 过 有口难辩 无事生非 对不起 时间到 好 三位评委 有口难辩 对无事生非 那肯定是 这个 这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了 其他的 他凡是答的 都基本上对了 最后的得分是 十三 十三 好 你们对上来了吗 对了 那么一点 比如说 比如那个 静女 他就对 跑男 不错 你还有对上的吗 比如还有这个 机关 机关 我对上了 凤爪 就是吃的 他刚才说的不是凤爪 说的是压斩 本来 这会儿改成凤爪了 你看没有 凤爪 好一点 还是鸭掌好一点 那就看谁喜欢吃什么 对他逐流环节 最终排名 金锐 排名第一 林亦菲 屈居第二 德明尔排名第三 李群毅 张荣宜 娄西安 分列四到六名 那么第一轮的 对打逐流的环节 我们暂时告一段落了 就要进入到 挑战赛的环节 排位赛的分数 将要决定 下一轮 擂台赛的出场 持续 擂台赛规则 根据排位赛的结果 排名最后的两位 将率先进入擂台赛中 胜者 战阵类主 在由前一排位的选手 进行攻类 以此类推 首先 要进行对决的是 柔西安 张荣宜 分数是高的这位 张荣宜呢 处在类主的位置 那么挑战她的 就是柔西安 柔西安你的分数 不是太高 有信心吗 一条五 掌声鼓励一下 好 西安 你是做IT研究的 我们过去对理工男 总是有一种印象 觉得比较单调一点 比较严谨一点 所以我想问一下 怎么喜欢迎联的 自从小的时候 十字之后 我爷爷教过我写对联 然后之后 也一直都特别喜欢 在大学期间 把图书馆里关于迎联的 几十本书也都读过了 坦白告诉我 你到图书馆就是针对 那个迎联书去的 还是别有目的 我们学校的女生特别少 还是主要还是针对书去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 女生男生的问题 我没有这么问 因为我的学校是 大连海市大学 它最著名的就是 男女比例七比一 不知道明年的招生情况 会怎么样 这个我要问荣怡了 您现在农民工 具体的工作是 是混凝土搅拌 把这个沙纸 石纸 水泥 输送到一个搅拌 主机里面去搅拌 搅拌 你的工作就是 我的工作就是操作 你怎么喜欢上迎联的 这么一点小的时候 就那个 你这么一点小的时候 好 就对迎联有兴趣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对迎联有兴趣了 你妈妈的猜招 还是做得不错的 我是从网络聊天室里面 开始接触到迎联的 后来呢 后来就是说 试着对过几个句子 得到了一些点赞 兴趣就来了 然后从聊天室 寻到论坛 一代就是这十几年来 您今年多的 今年42 迎联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 这个 我不好意思说 什么东西不好意思说 她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爱 真的假的 算是真的吧 真的 我爱人 已经是爱人了 掌声鼓励一下 那不管怎么样 迎联呢 作为一个桥梁 对吧 使你们两个呢 喜结连礼了 是吧 张龙怡 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面临我们楼西安的挑战 有信心吗 有压力 有压力 但是也有信心 好 接下来两位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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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题 好 我们出的联事 事业都满拼的 为伟大人民点赞 对决开始 事业都满拼的 为伟大人民点赞 我对出来了 我们刚这儿说上联 你马上对出来了 我是一吃货呀 吃货 甭管什么货 你对出什么来了 我对的这是 吃的都挺撑的 为食堂厨子喝彩 这还鼓掌呢 那还 这都没我对的 好 我跟他说 你对一看看 我马上我就说一个 说一个 做的都挺累的 给三个评委提红 来 那这样吧 再给大家出一个对子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跟咱们也参与参与 上联就是 小时代 看见大伙怎么对 接下来 我们要给大家公布 两位选手 分别 对的夏连 楼西安的 他对的是 对联是很棒的 为新春中国争讳 我们再来看一看 咱们的张龙怡 他对的夏连是 风云 振奋起石 祝美丽谷国 梦园 都非常的不错 我想三位评委 做一个点评 宫内的这位选手呢 我觉得他的构思很有意思 他把我们对联说进去了 那么至于他两个地和两个围 按照道理说呢 你可以用别的词 类主的对聚啊 我很感兴趣就是 风云正奋起石 这是一个形容 我们现在正在艰难的深化的改革当中 他最后的那个梦源呢 这个梦啊 不妨把它当作一个动词来用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上脸有的字 下脸有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脸呢 用了这个新媒体的语言呢 我认为是以时俱进 因为事业都蛮拼和点赞呢 这是网络的语言 那么如果我们的两个对职 都能够往网络语言去靠 可能他的那个呼应度会更高 我给你们对一个 好 来 生活也是罪了 用点滴信服刷屏 好 这个鼓掌嘛 这也不错 您给我的灵感啊 改革是艰难的 把贪污腐败拉黑 那么 结果 到底 谁 更胜一筹呢 接下来 两位 对决的结果 胜出方是 恭喜你 张荣誉 上年事业都蛮拼的 为伟大人民点赞 张荣誉对着夏联市 风云振奋起时 祝美丽谷国 孟元 恭喜你 谢谢 本次的这个节目的书法作品呢 都是由传承未来首届 上海市中小学生书画作品的征集交流活动获奖的同学 他们写的 这个就是由大层矿矿区第二中学李莫文同学所写的 他们两个对的都有一个大毛病 就是都没有考虑到网络的语言 都没在这个上下功夫 但是相比较来看 跟上梁更能够和谐的应该是类主的这个梁 高度评价风云正凤起时 因为这个时代的氛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激励 也预示着我们经过艰难的努力 能够拨开云雾 见彩虹 好不好 谢谢 那么西安 还有什么话给大家说吗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比赛 在临走的时候 我想送给大家一副春联 上联市 事业上青云 志成俊尾 下联市 江山影子气 春起祥和 哎呀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罗西安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 宫类者 李勤 是一名清洁员 扫地 插柜台 哎呀 我想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有这方面的爱好 我父亲母亲都是教师 也许受这方面熏陶 哎 您读书读到 我大学没考上 哦 因为我弟弟妹妹都很优秀 他们都是研究生毕业 哦 我是老大 你是老大 你是老大 每当提起 我也许好像是一个父母的一个最大的遗憾 但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这个遗憾已经填满了 不再遗憾 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给父母讲几句话 爸爸妈妈好 我现在用最灿烂的笑容 向老爸老妈们问好 今天元宵节 祝你们节日快乐 哎 你看 过去呢 因为生活的原因 没有让咱们老大 对吧 上一个好的学校 但是老大通过自己的能力 证明了 今天他在这个舞台上 会书写辉煌 我依然还是老大的模样 哎呀 这句话太棒了 哎 好 其实你看 他们两个的对垒 让我们感慨万千 一个是在农村的信用社 做清洁工 一位也是在一个水泥搅拌的 平凡的岗位 做一个操控员 怎么也想不到 两位对迎联的文化 都有所研究 我想问一下张龙怡 对于李群怡的挑战 你怎么看 命战 对于我们内组的笑容满面的表态 你怎么看 我今天还想证明给我家老陆 对不起 老陆是谁 我的丈夫 哦 我爱人叫陆通 我非常反对他写对脸 为什么 这回家 成天做那些 进屋就全在做题 然后就不像做媳妇那样 给你烧饭 是吗 没有啥没有 就是血 因此我就反对他 衣裳裤子 结婚那些年 全是我洗面的习惯 哎呀 我们对东北的爷们能做到这样份上啊 鼓掌 这个新媒体的时代还有一种形容 哎 叫卵男 哎 卵男 我想证明一下 我还是很棒的 学对脸 你一定要支持哦 哦 我告诉你 历史常常证明 对一个新生事物的强烈的反对者 永远坐在台下 而真正被反对的 我永远坐在台上 用勇猛的精神坚持自己自向的 终会站在这个台的中央 说得太好了 好 了解了两位选手啊 那么接下来 你们就要进入到正式的比赛阶段了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先看大屏幕 中国人过年讲究合家团圆 福寿绵长 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苏家团区 有一户长寿老人的大家庭 我叫天原散 驾驻树村区 姚显镇代管村 我是能民 一开始这地都下手了 好 接下来回来了 新年好 好 咱们老田家 四大爷 四十一口 你们出来再看我这身板 今天多大事 这热闹啊 多好啊 我最喜欢这个园友节 又吃饺子又吃汤圆的 咱们大家都聚在一起 这么多人 往年都是爷爷给我红帽 今年我们给爷爷红帽 真大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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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一年 我这一百岁就差七岁了 我还好 我看着咱们大家 过年这个袁小姐越来越好 我给你们说到底 你们能搭出来吗 搭出来我请你们十一年脚的 能搭出来吗 我们这一位老先生呢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上连包饺子穿白肉 红糖四代甜家乐 对决开始 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甜 他们家是农民 还有姓甜 农民就是种甜的 所以甜家乐也是农家乐 他们既姓甜又是农民 这是双关语 你太善良了 我这又有对子了呀 你这下联给对上来了 我这个下联是滚元宵 炖酸菜 其乐融融 我姓万对不对 万加七 我们两位选手呢 现在已经递交了他们的下联的答案 上年是包饺子穿白肉 铜糖四代甜家乐 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 此为平泽 在古汉语中有四种声调 称为平 赏 去 入 除平声外 其余三种声调有高低变化 故统称为泽声 在现代汉语中 则简化为第一二声为平声 三四声为泽声 对联中讲究平泽相邪 掌握了平泽就能使对联诗文朗朗上考 是包饺子穿白肉 铜糖四代甜家乐 那么我们的李称义队对的是 擀面条 放木耳 共饰三桌 鹿舍 来 不错 我们再来看看张荣誉队的下联是贴队联 派红包 共化九州赤县春 公内的这位选手呢 他很在意要使这个地方能够出现双关的效果 路舍欢呢就是把自己家的事放进去 我也想我们陆氏家族以后也像那个老爷子那样幸福 它的问题是什么 包饺子穿白肉 它是两个并列的事情 擀面条放木耳 是先擀好面条再往里放木耳 它意识上就不太对上 我觉得内主的这个呢 它是贴队联派红包 而且他呀 在考虑双关的时候 他就注意这个赤字 贴队联是红的 派红包也是红的 所以到这个地方这个赤 一个是满园红色 再有一个就是中国是赤县 龙一 学问做得很深哦 两位选手其实非常的用心 今天我们唯一的一位女性的参赛者 在先生不是很理解的时候 她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你们两位今天能够站在这 无论谁胜谁富 这在民智已开的时代 我们的文化 所谓的文化自信 不是那些学者专家的放空炮 而是实实在在脚塔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这一轮比拼到底鹿死谁手 答案 马上 揭晓 谁是这一轮的胜者呢 我们一起来看 赵老爷 这幅字是由上海市新城学校的 钱静怡小朋友书写的 评委们给出这样的结果啊 主要的是考虑 上联已经说的是吃了 下联如果还说在那吃东西 就没有深度了 所以它要换一换角度 这样才出现一个新的气象 内主观察了另外的一个角度 这样呢 这幅联才能够带有精神层面的东西 那么 尽管没有赢得这一轮的擂台赛 但是 你的表现也给评委和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最大的荣幸 对我这一生都是一个最好的鼓舞 这个时候我最想听的就是咱们陆先生 有什么话对我们的李勤毅说 表现就很棒了 希望你继续加油 以后他能上东方的舞台 大舞台 得意些 这联不 得意 得意 大力就是 得意了 好 这个 谢谢我家老陆 既然老陆已经表态了 我相信你在迎年的这条道路上会越走越宽广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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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样也来看一看 观众队的队子怎么样 我们这些阿易亚说嘛 都是来自老西门街道的 那么我们老西门街道有一个传统 就是每年要举行那个春联大会 那么下面我就来读一读 好 写春联闹元宵 五一九届 西门庆 老西门 西门庆 感谢这位老西门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张荣怡依然的还站在类组的位置 你已经像绝对中国的春联的对决赛的绝对类组 又靠近了一步 接下来这位攻类者马上就要出场了 那就是 饿鸣耳 明儿兄 平时干什么工作 一直是教师 退休以后呢 一个是写写迎联 再一个是旅旅游 一路风光 一路失联 为了自己退休生活更加充实和快乐 我听到现在你是最快乐最潇洒的从事迎联的这项活动的 那么今天呢 您的对手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但是他可以讲说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你有心理准备吗 第一个向他表示敬佩 第二个 我力争 力争 战胜法是吧 好 那么到底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会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三门峡 保留着黄河流域 玉兮人民最远远流长的元宵习俗 欢迎大家看来国家啊 请不开老师为大家知性 大家欢迎来 好 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村长老李总会召集全村老少来自家地抗院看大戏 和大部分村子一样 三门峡渠村的年轻人 过了初期便扛起行囊外出务工了 看完戏 老李会背起十碗席 请留在村子里的老人和孩子 一同吃个团圆饭 所谓十碗席 顾名自已 便是十大碗固定菜色的传统宴席 烹制十大碗 要用最具三门峡特色的长笼灶 当地人把它叫做 穿山火 既可蒸煮 又能保温 小豆芽 拉豆 好 实在卖用 虽说家人在外打工 但一村人齐聚一堂的元宵节 也是欢声下 其乐融融 桌上热气腾腾的十大碗 蕴含着人们最朴素的心愿 希望新的一年里 圆圆满满 十全十美 好 看完了VCR 接下来我们就要出题了 两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出的上联式 请看 十全十美十大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碗 评委不能任何的提示 这又对我的贵口啊 怎么就对你的贵口 你想想看 十全十美十大碗 我是什么 我是吃货呀 你就能对上下联来 我就能对上下联 下联什么呀 十 咱们就对一 一口一饿 小龙龙 一口一个小龙龙 你都没看懂 一口一个它不是成语 十全十美是成语 看见了吗 一口一个 对不是成语就没用 不是成语 但是能是人话就行 对 咱们有接近 去讲人话 您老把我们的门槛 放那么低 好 我们两位选手 都给出了答案 我想听一下曹老师 这种帘叫做玻璃队 是在清代嘉庆年间 有一位晋士 叫山尊 对 当时是已经有玻璃 他就在玻璃上刻对帘 因为他刻在玻璃上 就叫玻璃 一部对帘 通过玻璃 正看反看都一样 就是玻璃队了 要做成这种帘 最基本的考虑就是字形结构左右对称 如今繁体字被简化 原本能做玻璃字的汉字数量减少 且玻璃队的难度也随之提升了不少 从清朝开始 搞队帘的人呢 就比较注意这件事 我们看看今天台上的两位 对于这个玻璃帘有没有印象 我想问一下 恶明尔老师 好的 你看得出来他这个玻璃帘吗 看出来了 对玻璃帘有过研究 我们来看一下恶明尔老师给出的答案 百合百仪百极图 咱们张龙怡是内主 他给出的答案是 一画一尊一相心 也很有情调 这个就高低立判了 这边根本翻不过去 百合百仪比上链还好 好在他的图字还能翻 他不用画成一个碗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手 恶先生其实已经赢了 我想问一下荣一先生 你给的答案 跟玻璃帘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为什么 我考虑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在这边是没有动笔 就是可能对于这个玻璃帘 平常没有什么去写去关注 后面就是舍弃了他那个技巧的这种 这个内涵 从情感上去写 其实容易 你可以把这个词变一变 你比如说你的画 你改成言字不就是玻璃帘了吗 一言 一起 那个尊字 你把它喝酒 那个酒中的中 一个中字 底下一个敏堆 这不也可以称玻璃帘了吗 跟他前两次 写的下点比差好远 那么两位 最终 谁能够留在这个舞台上呢 百合 百仪 百极图 我们恭喜 莫比尔先生 对 好 当然我们也对坚持到现在 已经有着非常优异成绩的 张荣誉 表示 感谢 简直的作者是来自三文霞的民间艺术家 人输 敬 这个结果 一位 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我对龙怡本来很期待 他要一直站下去 做迎联和做其他学问 还是一样 他需要阅历 需要沉淀 需要感受 我非常期待 龙怡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很多感受 再加上你对玻璃帘的 这种基本的这个尝试结合在一起 也许 你会写出像刚刚第二队 那个夏天那样的精彩 那是多好的个视角 好 加油 继续 这一轮的比赛的结果已经有了 那么 荣誉 你即将告别这个舞台 有什么话要说 有几句话想对我妻子说一下 我呢因为这个工作呢 常年在外 家里面都是 包括老人 包括孩子 一些家务都是他吵持的 很辛苦 在这里表示就是说 太感谢你了 国文姓 我呢也写了一幅银帘吧 上年是八千里下 风急人飘 风济长随 燕南燕北 二十年间 南空必喜 下歌修队 我子我亲 再对我老婆 真是个 感谢你了 好 突然有什么话 送给 我一定会支持老公的 老公经常在外头打工 把所有的家务活都留给你了 孩子的教育也留给你了 你觉得心甘情愿吗 是的 因为他在外面也不容易 看到他回家的时候最开心的 太棒了 好 我希望你工作的时候 全心全意的工作 但是只要忙你可以偷闲的话 回家去看看夫人和孩子好不好 对 好 谢谢 好 我们恭喜二名二老师 那么现在呢 你的位置要发生的变化了 请你走上累组的位置 接下来 我们有请十二岁的林亦菲 你知道你即将挑战的累组 她的实力吗 知道 非常强劲 那么你对自己的实力有多大的把握 也挺强劲的 两位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看 在宝岛台湾 过元宵也是家家户户的大事 让我们一起体验台湾的元宵风俗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书俊 今天是元宵节 今天准备去拜访一个好朋友 大早 好久不见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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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新年快乐 元宵 最想念的就是这个了 伸手非常强劲 我们现在要下元宵了 好 好 好 大家不要客气 来来来 吃看看 吃看看 来 好吃 好吃好吃 再来一碗 我们在台湾除了这个吃汤圆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放天灯 我们在天上写下我们心中的祝福 那我就写个福到阳门 那我就写个福到阳门 接下来我们的题目其实就在我们刚才的大屏幕所表现的内容之中 福到阳门是横批 请两位选手针对这个横批写一副对联 现在开始 杨家在做汤圆 是用薄鸡摇晃滚的敏台的一个风俗 那个馅特饱满 那个头特大 杨老师刚才说这个汤圆 其实南方叫汤圆是吧 北方叫元宵啊 就是啊 汤圆是包的 包的 元宵叫摇晃的 好 我们两位选手呢 也都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我们先来看小朋友的答案 客户好心买甜点送马去 家有妙手做汤圆营阳来 哎呀不错啊 小伙子观察得很仔细嘛 我觉得一个十二岁的中学生能这样精神可嘉 不惧战不欲战 对 我想在这个精神这一段应该是已经很不得了的一个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二明尔的答案 早焰照风灯水目共荣 春宴宴 天宴宴宴呢就是春天很温暖舒适 情和美好 不知道大伙看出来没有 看出来什么呢 它这也是个玻璃帘是吧 对对对 对啊 天人同态喜羊羊 共同迎接我们中华盛世春宴宴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揭晓 上年 结果会是 早焰照风灯水目共荣春宴宴 好 那么夏年其实也没有什么悬念了 我们再来看看 好 吉阳心美善天人同态喜羊羊 好 我们恭喜我们的二明尔先生 恭喜你 好 那当然我们也对我们的小朋友啊 林亦菲的精彩表现 表示感谢 来 那我们这个队联呢 它的书法的作者是光明中学 王滕轩小朋友 谢谢你 好 今天这一场的打雷 其实落下实力是不对等的 迎年的功底的积累 那当然有很明显的差距 但是呢 因为林亦菲 这个十二岁的小朋友 你可不得了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把迎年这样的文化 好好给传承下去 我们拜托你了 小朋友啊 今后 你如果坚持下去 前途无量啊 一飞 你对未来的梦想是 当一名历史学家 哇 这么年轻就想当历史学家 哎 为什么不当经济学家 太庸俗 我没话说了 来 小伙子 前途无量 加油 我们接下来 向您挑战的 就是我们在排位赛当中 得分最高的 精锐 有请 我要问一下 金仙人 银联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 我现在的女朋友 就是我通过对联认识的 啊 还能这样认识啊 嗯 我们在一个对联的论谈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也在上面玩 写对联 然后我的女朋友呢 也在上面写对联 嗯 后来呢 通过这个对联 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呢 慢慢就越聊越多 嗯 我们已经准备今年五月份 要结婚了 哎呀 好 2015年元宵联王就在你们两位当中产生 但是要摘取这个桂冠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给两位坚持到最后的选手出的题 也是叠开生命 决赛规则 根据所给题目主题 两位选手互相为对方出以上连 随后根据对手所给上连做下连 三位评委将综合考量各项因素 来最终决出2015年绝对中国云宵夜对联王 两位请看 明末清初文学家金盛探 在某年中秋夜对酒赏月 有感而发做出了一幅上连 天上越圆 人间越半 越越越圆 逢越半 但怎么都对不出下连 直到大年三十 他猛然想起 今天是年尾 明天就是新年了 终于对出了下连 今夜年尾 明朝年头 年年年尾 接年头 两位请看 看好了吗 开始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还要继续啊 给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对子 接着咱们还是一个 跟电影名字有关的上联 你说说探吧 这上联就是智取 飞虎山 看看大伙怎么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小金 给鄂老师出的题目是 巧笑 别忘了 给大家的命题是 猛拉丽莎 给这幅画做的定年 难度是很高的 好 两位 都看到了吗 开始队 下连 金言 你要不也给咱们 出出队子 我这倒有一个队子 上联 烟锁 池塘柳 这试你出的吗 这试上都有 这个专家哪请来的 这副队联 是一个传统的绝对 只要能把这五行对上 就算你对上了 偏旁对 是把汉字的偏旁 所蕴含的含义 巧妙融入对联 在考虑下连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 对联本身的含义 还要考虑 边旁部首的对应 增加了趣味性 也体现了汉字的 独特魅力 比这个还难的 还有一点 三十年代 毛雨生先生 主持建前汤江大桥 就出了一个队子 叫前汤江桥 五行缺火 钱是金 糖是土 江是水 桥是木 五行缺火 结果到抗日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轰炸前汤江桥 怎么这也没轰炸得了 跟这个有关系 那桥安然无恙 缺火 我不要火 不怕火 所以这副队联成了一个绝对 到现在还没有人对得好 队联不光是风华雪月 有浩然正气 它还能彰显我们民族文字的魅力 好 好 两位选手呢 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他们相互之间 是怎样 面对他们出的上联的挑战呢 我们先来看 赫老师给您出的题 人皆爱美之心 家得可战 我且踏春而至 庙韵同心 哎呀 真好 人皆爱美之心 家得可战 我觉得很具象 可以在猛拉丽莎的神秘的笑容中 得到一点 折射 从对峙上来讲 我且踏春而至 她虽然没有继续地来围绕着萌娜丽莎 她跳出来了 可但是又没有游离在四有四无之间 我觉得这样的队子作为下联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再来看 你给咱们鄂老师出的题目是 巧笑倩戏 春风静美 矮言和也 娇月成名 也不错 巧笑倩戏 她借用了诗经里面的一句话 你下领要对的 前四个字 要不是出自于诗经 就差点意思 从初题来看呢 八个字 每个字 都是围绕着蒙娜丽莎 从对句上来讲 脚跃成名 又回到我们元宵夜的现场 她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 来看着蒙娜丽莎 有点味道 好 在最终结果揭晓之前 我们有请所有的选手 有请 2015的联网 到底是谁呢 三 二 一 揭晓 2015的联网 到底是谁呢 三 二 一 揭晓 我们看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 最终的胜者是 敬锐 好 恭喜你 成为了2015年年王 感谢中国中药材领导品台 康美药业 为本节目提供的健康养生大礼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